垃圾徵費原定4月實施 特首李家超週二 才叫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 多講解多宣傳 但到週五謝展環宣布 措施將滿押後到8月1日推行 和相關的細節 謝展環說政府部門和樓院 會如期在4月1日先行先試 等市民見到真實點操作 至於法定的生效日期 就會押後到8月1日 不是最好的方法 6、7月的時間可能學校又考試 8月的時候 就剛剛在暑假的時候 我相信在那個時候推行 各方面來說 都是一個十分好的時機 垃圾徵費原定去年年底推行 但政府考慮到聖誕和新年假期 清潔人受不足 於是就將計劃研至今年4月實施 而就這次再度延期 謝展環未有正面回應 是否有官員需要問責 只是強調日後是政府負責任的做法